桃园今天新增11例本土个案 其中有10位是日裔公司的员工和家人 两例住在新北市英哥的母子党 除夕夜到桃园大西的亲戚家吃年夜饭 2号匡列裁减阳性确诊 而在员工染疫的家属当中 最让桃园市长郑文灿担心的是案19152 他平常的工作地点是在龙潭市场摆摊 正逢春节采买人潮众多 担心染疫人数增加 市府下令龙潭市场从今天开始休市三天 下午还紧急在龙潭加开裁减站 正在烧的案子应该是日曆 所以这个案例是我们现在目前 大概是我们最重要最需要去关注 而且要下比较大的力气 城市中面色凝重 只要下比较大力气 因为日移物流公司4号再报10人染疫 确诊家人中其中有两例是住在新北市英哥的母子党 他们在除夕夜当天来到桃园大西区 亲戚家吃年夜饭 没想到二号就被匡列裁减 阳性确诊 目前收治专责隔离病房治疗中 日益物流这次的群聚感染 因为员工人数相当多 因此风险仍然是存在的 家人也有活动足迹 活动足迹的部分 一样要匡列 一样确保这个传播链 不至于衍生到社区 的确员工多连带家人也多 确诊几率也变高 不过染疫家人中最让桃园市长郑文燦担心的是 这一名案19152 因为他的工作是在龙潭市场摆摊 因为有涉及到这个市场采买的民众 以及邻近的摊商 我们决定今天明天后天 龙潭市场修饰三天 也要在龙潭设置裁剪站 今天下午两点开始裁剪 义务的公司感染源头 指挥中心证实与桃园主要病毒株相同 不过直接连结目前还未找到 难以单靠足迹来判断 索性大部分的感染案件脉络都清楚 中央地方洗手做起防护墙 要逐步实现清零计划 接着我们的报道